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综合报道 三中全会前要全党晋升 分析指中共岌岌可危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预定7月召开 近期中共当局不断警告党员 不要乱说话 不要碰高压线等 近三个月还连续对俗称邦规的党纪处分条例 修订做内容解读 分析认为 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当局释放的舆论动向 透出气氛紧张 中共至少面临双重危机 官场连番整肃 党媒搬出党魁警告别碰高压线 中共央视网6月17日发表文章 称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误碰这根高压线 文章采取引用习近平语录的形式 把习近平近年有关警告党员干部的讲话 做了一个汇总 从文章看 高压线的说法 是习近平所说的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官媒文章提到 2024年1月1日 中共新修订党纪处分条例施行 划出了组织纪律7个方面 37条高压线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从去年秋季罕见的延迟到今年7月 外界多认为 可能因为中共党内有了重大争议 习近平一直摆不平 法广18日发表评论认为 根据中共执政的习惯 每当重要时刻 中共领袖总会通过官媒 给高级干部们打招呼 但高压线的比喻 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为高压线的核心 就是两个确立和两个拥护 谁要触碰高压线 就等于自取灭亡 但是三中全会快要召开了 腐败分子清除了一批又一批 西藏前书记吴英杰也落马了 应该说党内坏人少一些了 气氛应该缓解一下了 秦刚和李尚福的中央委员 是否保留也快要有眉目了 总不能党内坏人越抓越多 反贪越反越贪吧 为什么总书记还要警告党员干部 不要触碰高压线 难道不甘心的人还不少 中共官方宣布 6月16日 全国政协常委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吴英杰受查 官媒盘点说 包括李悦峰 唐一军 唐人健 狗仲文 吴英杰在内 今年已经有五名正部级干部落马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 6月18日对大纪元表示 省部级官员大量落马 是当局要在三中全会前立威 这个会席没有把握不会开 这次拖了大半年才开 他有几个配套措施 其中一个是打虎 落马的中管干部超过过去同期 另外是让公安和国安两个刀把子 加大起作用 因为二十大后要解决经济问题 但恰恰是经济一塌糊涂 中共体制真正代表经济实力的 是央企国企 所以现在打虎转向央企 国企 金融 他也知道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他知道真正造成威胁的 不是民间的马云这些人 而是中石油 军工这些有实权的 和权贵家族有关系的这些人 现在他一方面派巡视组巡查 另一方面把公安 国安这些刀把子摆出来 因为他不能失手 最近中共公安部会议公开 称要介入金融风险和房地产风险防控等 而国安部早前也公开就金融领域发声 王赫表示 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是对抗其他政治派系 现在对抗的是整个官场的躺平 中共面临双重危机 一个王朝稳定时 换个皇帝不是问题 现在中共换个头就完蛋了 一是因为习这个老大 大家恨他 下边的人想换他 他拼命压制 控制 现在实际上是政治路线的斗争 二是中共本身也是岌岌可危 三个月行动当局严管维护习中央权威 中共早前已宣布 自2024年4月至7月 在全党开展党籍学习教育 评论人士简易的文章认为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当局连续进行三个月的党籍教育 这显然是为其三中全会开路 中纪委国家监委法规事 近期释出系列的 中共党籍处分条例修订内容解读 其中6月17日的文章 大谈所谓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称要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只表态不落实行为 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 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13日印发 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当局称 首先是助劳政治忠诚 还要完善领导班子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机制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 6月15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办这个文件意外泄漏 或正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官场普遍对习不忠诚 许多人不听习的指挥 所以才要以下发文件的方式强调 但当局想要获得官员的忠诚的想法 应该是无法实现的 于是肯定要以加大整肃来施压 这对将要到来的中共三中全会 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近年的官方信息显示 习近平遭遇官场软抵抗 中纪委网站曾披露 2021年前十个月 发现并纠正24.7万个实施 习近平指示和部署中央决策不力的问题 中共官媒也不断批评官员 懒政、怠政、躺平等 中纪委文章还大篇幅痛批官员搞团团伙伙 帮帮派派 新修订的条例还就政治骗子 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等 做了处罚规定 王赫表示 中共这些官员被查出看政治禁书 只是一个官场缩影 反映出中共现在离心离德 但政治禁书不是最大问题 所谓非组织活动拉帮解派才是习近平最怕的 比如孙力军政治团伙 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于2021年9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后被判死缓 在其死缓执行二年期满 简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假释 孙力军被指有一个政治团伙 成员包括前司法部长傅政华 提前给党员封嘴 不准公开说党的坏话 中纪委6月12日发布短片 强调党纪禁止党员以任何形式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 中纪委警告不要在重大议题上公开说党的坏话 不负责任讨论党的主要政策 扰乱思想 破坏党员团结的公开评论 阻碍政策执行的人一定被严肃处理 法广文章指 这个人的感觉是气氛有点紧张 三中全会快开了 总书记对党的干部还是不太放心 着重国家经济战略的三中全会 在当前中国经济疲弱下尤其受到关注 中国经济正面临房地产危机 产能过剩 以及消费疲软 失业率高等多重挑战 新唐人电视台6月18日报道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 随着中共不断地向左转 引起的中国经济一系列的问题 中共高层现在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如果说它对党内不进行这样和那样的要求 它就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上出现反对的浪潮 这种反对的浪潮 对中共高层来说极其可怕 各级的中共的干部 他们因为比中共高层更加接近中国社会 接近第一线 所以说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就有可能互相之间去交流他们的一些意见和一些看法 很可能是与中共的现行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对立的 习近平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个时候开始要去所谓封口 前北京律师 明镇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则认为 三中全会还涉及一些政治安排 当局为了防止所谓党内的一些杂音 为了让所有的人 能够完全地服从中共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安排 所以要对全党发出了一个威慑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